创意市集点亮关于生活的无限想象 炫酷舞台释放青春活力的满满能量 梦幻光影跃动先锋浪漫的美好时光 这个夏天天津太达再次穿上艺术的盛装 用创意文化的灵动色彩为这个年轻的区域注入最新鲜的活力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星期的Hello天津 我是来自拉图亚的安泽 夏天到了三拿天离我们一不远了 但是我觉得我站在这个硕大的冰淇淋身体上就感觉凉快多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天津太达的1984休闲街区 在这里现在泰达夏日艺术季正在举行 所以我在想我们怎么样通过艺术两块两块呢 我们进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但是怎么下呢 我先和这个冰淇淋一起融化一下我就下去了 出发 6月3号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办的2016泰达夏日艺术季正式拉开序幕 在6月到9月的超长活动时间里 汇集两岸创新创业精华的文创市集 展现民众艺术才华的周末小舞台 新奇的光影互动装置 还有每月更新的主题活动都会轮番上演 为人们提供美好生活创意泰达的生活样本 体验艺术的夏日清凉 我们想生活在这里的人呢 他都能够创意的生活 他是把泰达作为他的一个温馨的一个家园 有归宿感 您是否记得琳琅满沫的水水市集 新奇有趣的街头表演 以及梦幻多姿的武林秀 2015年首届泰达夏日艺术季 用浓浓的台湾风情 为这里的夏天带来了艺术的清凉 今年宝岛风情依旧集中体现在这座台湾文创市集 他以今年流行的欧美的快闪店铺形式 展示数百种台湾近年来最火爆的文创商品 而他的设计和布展 则使台湾设计师许明辉和工作人员 用两天的时间完成的 那整体的展展的形象概念是 希望是以台湾的竹山的竹子 那包括说那个台湾的士和苑 那台湾的那个帕里山的云云海 那跟台湾的那个稻谷 以这四样的素材 就结合成整体的一个文创的一个形象 那希望说来参观的人 能够体验到台湾的设计的美好 那从台湾的台湾的人情跟文化 来体验出文创的一个产物 设计的文创产物 我觉得大家对快闪这个词 并不陌生吧 flash mob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知道还有快闪舞快闪狗 对不对 但是我在想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词 那就是快闪即逝吗 从设计到装修到布置 只有两天的时间 我真的是感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突然间灵光一闪 他就知道了该怎么做了 是不是 现在我们在这里能看到的这就是曾经获得过顶尖设计奖项的这样的台湾文创商品 值得心转一下 我在想凉天的时间啊 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需要一探究竟 来看一下 那这次我们带来了很多国际上得奖的文创产品 你有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这次有带来一些经典设计奖的 包括德国红点设计的 还有美国idea的一些奖项的产品这样子 双元交集成一个可以拿起的小碟 平安盘给你带来双倍的圆满喜悦 可爱的熊爸爸造型不是玩具 打开竟是一个微型的工具箱 生活可以设计点 这里的产品通通与我们的生活相关 陶瓷灯照模仿尽力的和平歌造型 快速抚摸鸟背可以开关电源 持续抚摸改变亮度和颜色 有这样简单有趣的感应开关 再沉闷的空间也会因为这盏贝多芬桌灯鲜活起来 经典设计奖在台湾拥有35年的历史 是台湾最悠久最权威且知名度最高的专业设计竞赛 被媒体称为全球华人市场最顶尖设计奖项 以及设计界的金马奖 利用特殊的韧性素材 雅德椅拥有超强椅背 可以随心所欲的弯折 它用最简洁的概念 涵盖了工作座椅必须拥有的舒适感受 很舒服 而且我觉得它这边还是掌握好的颈椎的位置 就是这边感觉很舒服的 我们平时就感觉肩就这边会特别的疼 就工作很长时间就用电脑什么的 就感觉特别不舒服 在这边感觉这样一躺 可能十分钟以后就特别的舒服 真不愧它是获得了一个idea奖 是吧 对 我就是觉得这个 艺术会创意的魅力所在呢 就是有可能我们看一个东西 就是看这样子的角度 就觉得它没有什么特别 而设计师他可能已经是把这个东西就转过来了 发现了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特点 然后呢就开始发挥这个灵感 在这个小小空间中的展品 不少都是经典设计奖中的佼佼者 不过有的展品造型低调 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它的神奇 你来看一下一个比较有可能这个东西你会比较感兴趣啊 这是什么呀 其实是一个粘板 我们家里边用切菜用的 但是呢它还是一个解冻板 解冻板 对对对它解冻特别快 不会吧 这不就是一个什么 我也不知道什么不锈钢的东西不就完事了吗 不会吧 你不信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真的不信 那个拿点冰块过来 来 哦 可以做实验是吧 正好我 那我们就这样吧 稍等一下 我们直接就拿一块吧 拿一块冰一样的大小 然后就一个放在这边是吧 对对对 然后一个放在这边 一起同时啊 还真是啊 这个速度太快了 对 这边就没有变化了 它还是这个样子的 看一看 天哪 这是什么道理啊 这是 刚刚看我就感觉一点对它的兴趣都没有 但是你这样一看我就觉得哇我傻了 我傻了 真的傻眼了 这是一个解冻神器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从冷床里拿出来了一块肉 它就是冻得很厉害 然后倒水的话热水 它会变色 然后呢 肉的味道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但是这个就是完全我觉得解决了所有的我的那些疑问 所有的我那些痛苦的画面 哎呀宝贝 我真是要好好新穿你哦 赶快自然再试一下 您不信吗 这个是真真的这样子的感觉 对我们在这边 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说太多了 我们在这边已经看见了所有的过程 刚刚我们放的这个 两块冰都是 但是同时的时候放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解冻板上面和一个普通的那种塑料板的上面 对不对 我们这边看到平时冰块的自动那种化解的过程比较漫长 但是在这边就我们看到有一些我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的东西反正特别的神奇 而且不热 其想先解冻 利用铝合金导热迅速的物理特性 配合内嵌高效能导热管 使冰冻食材与室温实现快速热交换 从而迅速解冻 免插电 无耗能 绿色又环保 创意的灵感总在细微和不经意之间 让有设计的生活中处处有惊喜 这也是笔记本哦 也是笔记本哦 笔记本 看我的双机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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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笔记本 看完之后觉得好多小玩意儿看起来都特别新鲜 然后让人有点脑洞打开的那种感觉 创意手作 独立设计 台湾文创市集是艺术纪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而在另一边 由本地创客组成的嗨番1984创意市集 也在火热进行中 这些市集的摊主们不少是学生创客 借着艺术纪的东风 他们的生意都相当火爆 嗨 您好 我们是只有创意手工造纸独坊的 你有兴趣吗 我带您去我们的体验店看一看 那太可以了 真的可以吗 可以可以 来跟我一起来好吗 走吧走吧走吧 让我们一起继续勾勒出我们的文艺范儿的画卷吧 走 职有创意 让普通的职也有文艺范儿 这是一帮天津科技大学造纸专业学生的创业项目 这些大一到大三的90后们将自己的专业与艺术结合 用十足的文艺范儿让人们体验造纸的别样乐趣 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 造纸术是咱们中国比较传统的一项工艺了 我们是天津科技大学造纸学院的 然后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一下造纸这个过程 所以要在这个小小的地方来施展一下自己的小才华 这个是咱们的原材料废纸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快递盒 像现在工业上的造纸是用木材 芦苇 以及一些卖草 棉花这样来造 咱们呢为了简化工序 然后就拿这样的废纸来造 环保 不浪费 对吧 等一下 既然您这么说 我就那个做一下贡献啊 就是我用完的在那边做了一些小小的笔记 然后就觉得就用一下嘛 像这样的纸 还有办公室里边的这种普通的A4纸打印架 都是可以来用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这是一个黑芝麻 我好像是 全部倒出去是吧 全部倒出去 我们一起吧 好 往下压 对吧 不会掉啊 好 翻过来 然后像一压水都出来了 出来了 一压 颜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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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那我们就做火焦鱼吧 那我们就做火焦鱼吧 好不好 哦 那感觉从这种日落呢 我们到了一个 孔雀开平 对 对 我俩像的一样 那个想的一样 这ildos颜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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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 这个很热呀 这是烤箱吗 这是原来实验室的一个小的烹饭机 比较有年岁 可能比我都大 那在我们的作品出炉之前 我还是想了解一下 这个造纸这样子一个专业 从来没有听过 而且感觉你们的一个特点之一吧 就是觉得让纸有一种 不一样的与艺术的连接点 对 因为我们是全国 唯一一个以造纸 就是以造纸命名的学院 现今可以大学造纸学院 其实造纸还是一个 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学科 比如说我们就是 现在比较关注的 就是造纸的一个 多种材料造纸吧 或者有功能的特种纸 都是我们学校现在正在大力研究的 现在有非常多的老师在研究 这个芦苇 棉花 然后结杆 这一些材料 说到你们的专业 我突然间还是比较好奇 怎么样会想到做这样子的艺术品呢 其实这个创意也是因为我们之前 看过有一些东八指 就是这样一个创意 然后想到这样一个灵感 而且我们现在造纸对大家来说印象都是偏工业 偏有一点点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它与艺术结合在一起 像我们看到这个纸 我们通过手工把它抄造 可以把鲜花放进去 可以把树叶放进去 可以做成那样的人物画 都可以的 就是手工抄纸也是为了 更加的就是大家有环保的意识 颜色变了 是 可以现在喜欢你想要写的话 来我们展示一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这个祝福我们送给你们了 天津的观众朋友们 只有创意 生活才有意义 今年艺术季上刚刚接牌的 百集创客空间 是一个年轻设计师的创意集散地 他为每个入住的设计师 提供约20平方米的办公展示空间 免费的水电物业等服务 但是入住的创客们 却不能一劳永逸 他们还要接受来自市场 和自身运作的考验 那百集的中文意思 其实我们是取这个百字 它有一层 一个层面的意思是说 100个人 那这里是饭纸 其实是集中人之智慧 集中人的力量这个意思 那同时呢 也有一百天的意思 那一百天呢 就指的是我们的一个 引入的一个竞争机制 在这里面 如果在这一百天内 它的销售很有业绩 或者说被大家认可 那它可以继续留在百集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提供 给它一些资源 比如说到台湾 到国际上去交流 或者是给它一些 创业上的帮助 去孵化它 把它的这个创意和想法 变成一个品牌 量身定制创意图示 超清粘土DIY 零基础绘画 体验手工超纸的乐趣 这些90后的创客们 正在用自己的特长 在艺术的海洋里畅扬 那与此同时 在艺术级开幕的同期 那我们有在旁边的这个馆里面 做台湾创意试级的一个展出 那其实它是和百集 做一个呼应 做一个深度的 两岸青年的一个交流 特别是涉及青年的一个交流 台湾呢在文创方面呢 的确是走得比大陆呢 要快一些 所以呢我们去年就是 借鉴台湾的文创的经验 今年呢我们觉得这个 在充分借鉴台湾经验的情况下 前提下呢我们想让它逐步的本地化 其实艺术级呢本身不是目的 最终呢咱们要发展的是文化创意 今年的太达艺术级 拉近艺术和市民之间的距离 更突出全民参与互动的特色 位于街区中心的周末小舞台 每周六日都有演出 人们可以在这里驻足欣赏 小朋友们的才艺展示 活力十足的动感歌舞 充满小惊喜的神奇乐术 我们一直有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欲望 以前是渴望安稳的生活 现在我们更加热爱 一个创意缤纷的世界 有一个投影啊 有一个投影啊 好像是 是吗 有人挥手呢 我好像想起来了 这就是那个 我们逛创意集市的时候 就看见的那个幻念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舞台 在那边有些表演者 在表演一些不同的节目的 因为有一个现代诗叫做 你站在桥头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窗口看你 用一个远程传输的功能 让1984与草坪这边区域连接在一起 同时让整个艺术纪融为一体 然后同时表达了这个太达一个家的感觉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一个简单的互动屏幕将艺术纪的两个区域连在一起 一边的创意休闲街 有创客们陪你脑洞打开 而另一边的草坪上各种光影装置也在蓄势待发 一场太达之光的光影艺术展即将开始 在我们身后就是一个白墙 这是什么 这并不是一个白墙 这是以管委会为模型 作为一个等比例缩小的一个投影屏幕 哦 投影屏幕 那晚上的时候会播放什么东西呢 而且我刚刚感觉到 它好像是和这个楼有一定的关系是吧 对称的吗还是 是 是对称的 它是按照广委会的模型等比例缩小 成为一个30米长16米高的一个建筑模型吧 在这里我们会用光影 也就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裸眼3D投影 展现出一个缤纷绚丽的太达的夜景 哦 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 那边已经布置好的有一些这个灯光的这个位置是吧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我们来到了这里 我以为我们的主要的关键词就是文创商品 没有想到其实晚上在这边还有一个重头戏的部分 就是会让这个广场有一种非常精彩的魅力的大蜕变 就是那种精彩的绽放 所以我现在特别的期待呢 就是我们的太阳快一点点落山 让我们等到天黑了 就看一下这边的绚丽的画面是什么样的 大王叫我来寻山 太阳对我眨眼睛 太阳对我眨眼睛 鸟儿唱歌给我听 大王叫我来寻山 其实这个大王叫我来寻山呢 就是对于孩子教育运动 这样的一个 初级培养的这样的一个重视程度 老人孩子 这样中年人都在一起 用他们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 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愿望 和对于生活的一种精致生活的一种追求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挑选了 比如说像我们有学校的孩子们 我们有社区学院的这样的中老年人 叔叔阿姨们 我们还有像长城汽车呀 还有这个富士康的企业的男职工 女职工 用他们这样整体的一个体现 让来表达这个整体的一个概念 接下来梦幻的光影即将点亮 泰达这座美丽家园的变迁和发展 将艺术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请大家共同观看 大型三地强体投影秀 多彩泰达 三地强体投影制作搭建 是以建筑物作为背景 通过投影成像系统 将动画和建筑装饰相互结合 对画面颜色以及光线 进行不断的动态改变 从而实现空间的拓展 变换 让整个空间呈现出一种 质感极强的三地效果 在4分29秒的光影秀里 人们可以看到建筑拔地而起 蝴蝶在花海中飞舞等代表着 开发区发展亮点的瑰丽场景 用魔幻般的光影艺术 也以泰达这座美丽家园的变迁和发展 habitable, open, modern, ecologic 移居,开放,现代,生态 这就是我们期待的家园 来到了这里 来到了泰达夏日艺术季 我们感觉到了 其实艺术来源与生活 即使到了夜晚 我们在这里通过这种创业的灯光秀 也可以感觉到生活的气息 而这样的又灵动又梦幻的艺术之旅 才刚刚开始 从六月到九月 我们可以来到这里 来到天津泰达 感受一下别居一格的夏日清凉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 感谢你们收看 我们今天的hello天津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